嬴曲良啊 老夫还是扶你这个后生的 老夫还是敬重你这个后生的 嬴曲良 你胜年而死 老夫心疼啊 老干龙这段发自肺腑的独白 真的让人破防了 一直以来 秦孝公嬴曲良都是压垮他新政的一座大山 更是秦国老氏族的一道天锁 闭门不出的老干龙 在自己府邸深处 对秦孝公生死的惋惜 深切的哀悼和至高的评价 都化成了一股茫然的失落 和无处安放的寂寞 这是权力场下对手之间的惺惺相惜 但是权力场上正道之仇 依旧深入大海 飓风过岗 浮草为存 老干龙在二十多年的新法巨浪中 苟活至今 为的就是有朝一日 能在他和秦孝公的较量 他和商鞅的较量 新政与变法的较量中 取得最终的胜利 而现在呢 他的机会来了 老夫倒要看看 你究竟还留了多少后手 老夫倒要看看 你究竟与商鞅 扎下的根基 到底有多深啊 干龙老人迷奸 暗地里吹起了反攻的号角 而魏国庙堂 得知迎去梁 生死的大卫王 又再次绽放出了 晒足一百八二天的笑容 好啊 死得好 我兄 多去喝汐 这可是千载良机啊 力气不出 再多喝汐 大卫王以为 一代熊主迎去梁 是自己命里的克星 如今克星没了 魏国可以跟秦国玩偷鸡 但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 秦国即将继任的国君 将会是自己更大的噩梦 秦国庙堂 商鞅领着百官 恭贺新军迎次即位 周王室六国特使 也代表各国君主发来贺殿 不管是百官中的老士族 还是居心叵测的六国特使 他们都寄希望在秦国改朝换代时 国君能改弦更张 但新军迎次即位刚一上台 就展现出了出奇的定理 我今小于秦国朝野 并昭告天下列国 秦国之法令国策 亦如既往 新军继位 不设罪犯 不行大徒 正事如常 而最为根本的一条啊 就是各级官署 不得以任何借口 改变秦国心法 一阵山呼万岁中 秦国权力顺利完成了交接 多年流浪秦国山野的迎次 终于如愿登顶秦国庙堂 但坐稳国君位子的迎次 并没有流露出丝毫的喜悦 在这个孤独的位置上 他极其隐蔽地轻输了一口长气 眼神里则是幽远的空洞 不过商鞅的微表情更加耐人询味 他在孝公生死之后 霹雳雷霆帮秦国稳定了朝局 让迎次顺利即位 而新军当着秦国臣民 列国诸侯明令宣誓 将会坚守秦国心法 按理说 这都是一个值得高兴 值得放心的结局 但他却高兴不起来 因为秦孝公的死 引发了连锁反应 包括他自己 黑伯 秦孝公墓碑前 失魂落魄的老内侍黑伯 终究在三天三夜 不吃不喝中 随孝公而去 伤阳眼中禽着泪水 忍痛贵别了老内侍 忠诚的老内侍 终其一生 最大的功劳 是守护了秦孝公 而他最大的回报 是能在死后 葬在孝公目测 得以继续守护 这位旷古的明军 老臣救人们 对孝公的情谊太深了 孝公一死 他们简直悲痛欲绝 黑伯哀伤过度 死了 公主盈玉 哀伤过度 病了 上大府警监 也无精打采 病了 葬礼那天 一大片赶来的 郡守县令 一个个都哭得死去活来 愣是让葬礼 磨蹭到了天黑 更夸张的是啊 那个向来文质彬彬的 咸阳令王室 竟然撂下本职工作 要尺码杀出咸阳 老夫要为君上首领 谁敢阻拦 我往事杀了他 我等追随大人 为君上首领 不算定计 不许出城 儿子不回 立即拿下 心法骨干王室 在要紧处犯糊涂 给商阳埋下了隐患 从陵墓回到咸阳的商阳 当机立断拿下王室 但王室却曝出 为尚书新军 准我首领 与其他将士无关 求求你尚聚 压弃王室 叫尚大夫轮处 咸阳宫内 新军营寺还在暗自神伤 母亲在生下他的那一刻 难产而死 功夫在寒谷关 暴恨而亡 成为孤儿的迎四 登陵军卫 更是成了孤家寡人 功夫留下的老臣旧人 他一个都没用 这些旧臣老人的深测悲伤 让迎四觉得很是茫然 功夫并没有给这些人 特别的利益和权利 为什么他们都觉得功夫死了 就像天塌了一样呢 细细想来啊 迎四觉得功夫真是不可思议 竟能如此深测的将人心 聚拢在自己身上 而他迎四能得到 如此深测的人心吗 想到这里啊 他真的是心里没底 而就在这时 光伯迎前之女唐妹迎华 却告诉了迎四一个惊人的消息 大哥 父亲他 小妹 怎么了 没有死 谁 你说谁 父亲 父亲没有死 迎四被原地惊起 流露出恐惧的眼睛里 竟然涌出了欣慰的泪水 迎四心底终于有了依靠 他从小在公伯身边长大 与这种失而复得 天然的亲情相比 鼎力支持秦国的商君 却让他感到格外的疏离 以至于当商君紧急求见时 他都忍不住浑身一机灵 好 请他到这儿来 不 到偏殿去 迎四选择自己去见商鞅 而不是让商鞅来自己这里 是他从少年开始 对这个冷峻伶俐 不苟言笑的全臣的畏惧 而当见到商鞅后 迎四的主动行礼 也引起了商鞅的不满 郡上为君 切勿在一场对着 迎四一脸尴尬的微笑 他也想在商君面前 坦然一些 自如一些 但总是不由自主的拘谨 不由自主的恭敬 这种状态 比在功夫面前还窝囊 连他自己都觉得特别别扭 而商鞅这次前来 不仅让他拘谨 更让他茫然 从孝公陵木回来 商鞅心里空荡荡的 他第一次感到了失意与沮丧 将自己关在书房里默默流泪 孝公圣年病逝 对他的心灵是重重一击 除了那天下难觅的君臣情义 除了那同心同德的默契 最令人痛心的呀 是他们携手相扶的大业 半途而废 秦孝公在寒谷关远望的奋机和遗恨 正是商鞅最为痛心的伤口 若再有二十年 他们的工业将何其辉煌 只有那时才可以说 商鞅的法家学说 真正获得了彻底的胜利 如今秦宫去了 商鞅才骤然感到了独母难知 感到了孝公作为他背后的支柱 是何等重要 以他冷峻伶俐的性格 无与伦比的才华 只有孝公这样的国君 才能让他放手施展 坚实厚重的秦孝公 从来不怕商鞅的光芒淹没了自己 从来都是义无反顾 苦心周旋 为他扫清所有障碍 即或是有人封言 秦国民众为之商君之令 而不知国君之书 秦孝公也是微微一笑 不予理睬 而今秦宫去了 自己还能遇到如此罕见的国君吗 不能了 永远不能了 自古以来 明君强臣 本就是可遇不可求 尘已将国事 就给了商大夫 秦国不回乱 商鞅自己说心神尽散 迎四很相信 这是商君的肺腑之言 绝非虚假 可是商君能走吗 当然不能 功夫遗嘱 国事情事 朝野人心都不允许 然而奇怪的是 想到商君要走 迎四就从心底 渗出一种莫名其妙的轻松 何以如此呢 迎四自己也说不清楚 于是 在这种难以抉择的关头 他只好告诉商鞅 我很乱 让我再想你想吧 商鞅离开咸阳宫后 又赶到上大夫警监府邸 在这里 一个棘手的案件 摆在了他面前 那就是咸阳令 王室闯城 上大夫警监 当真为难了 王室闯城这么大的罪名 罢官夺绝 都是情理之中 但在老士族四级反扑的 敏感关头 王室作为国府大臣 新锐骨干 自己人 究竟如何处罚呢 警监感觉束手无策 而商鞅十分果断 但却唯一一次 违规下达了处罚令 王室罚奉半年 原职礼事 商君 商君 请你收回成命 王室认罪不罚 罚我吧 商君 你为王室破罚 王室恨不能死啊 商君 商君 商鞅一向大人不仁 为何为了王室不惜破法呢 还不是因为先君心丧 新君刚立 各种势力都在蠢蠢欲动吗 此时正需要王室在内的这些老臣 这些国家栋梁 刻着住万千悲伤 挺起身 安定朝野 而真到那个时候 大秦权力忠心 咸阳必须牢牢控制在自己人手里 因此 咸阳令王室的位置就很重要 不过商鞅为了王室第一次破罚 也加速了老氏族反攻的步伐 看来老夫出面的时机到了 作为老氏族反攻的箭头人物 甘龙已经解除了二十年的封印 他将如何铺牌对商鞅和新法的精准打击 商鞅和新君赢四又将如何应对呢 这个我们下期再聊 关注我看最精彩的大秦帝国解说